大雨滂沱 水淹到轮胎高 开车仿佛开船 通勤像在游泳 水流湍急倾泻而下 道路一片汪洋 驾驶和路人都很狼狈 美国纽约29日 暴雨引发全市大淹水 布鲁克林区短短三小时下了整个月的雨量 地铁一秒变瀑布 数条路线被迫停驶 机场行下湿搭搭 同样紧急关闭前所未见 就连公车也泡水 乘客好傻眼 犹如灾难片真实上演 洪水来得又快又猛 第一线应变人员 及时投入救援 救出受困车内与泡水地下室的民众 就连中央公园 动物园也一度传出海事趁机逃脱 后来又乖乖自行返家 纽约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但被质疑动作慢半拍 分析指出气候变迁的速度加快 基础设施来不及因应 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洪水警报 降雨量恐怕还会持续增加 老百姓哭不堪言 谈略新闻全面的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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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